哆声一响 鸡群所有的鸡都快得向李弦来剑 纷纷朝司令官张哑静跑去 这就不一般了 能把鸡群练成这样训练有素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马斌说这讲 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 我是马斌 粉墙 带瓦 马头墙构成了一副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画训 话说在李水的河阳古村 错落有志的马头墙下 一场时尚乡村大秀正在上演 这还真不是什么顶楼明星超谋大咖的表演 而是一群来自于乡村的姑娘 在烟雾缭绕千墨小巷中 他们以石板路围台 鸟鸟停停 看起来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他们有的是沐浴匠人 有的人埋头在田间 还有人烧的一手好菜 停停 就他 就这位小美女 她叫张雅静 九零后 她穿过戎装 当过兵 如今是深山里的基斯林 您瞧瞧 在这漫山遍野间 她穿着迷彩服 嘴里吹着哨子 漫山遍野的鸟群们 听到哨子声之后 都一起向她奔去 想必这样壮观的场景 大伙都没见过吧 把鸟群能够训练到如此有方 very amazing 她的养殖基地呢就设在里水松阳县的一个村里面 那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宁人 山坡上的株林郁丛丛 鸟群们在这儿那可真下福了 白天在这里自由奔跑 悠闲密室 饿了就吃吃瓜子啊 玉米地儿啊 昆虫啊 累了可以在地上 也可以到树上去 您瞧瞧 这战斗机 会飞的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没错没错 对了 刚才我说鸟群吃的什么 吃的是瓜子 没错 这张雅静研究学习后 她发现给鸟吃的瓜子就增强了粗纤维 还有蛋白质和钙 那个鸡蛋就特别的有营养 长知识啊 话说我吃了几十年的鸡啊 还真没尝过 这吃瓜子养出来的鸡肉是什么滋味 回头吃完 告诉大伙啊 当然了 这大片的这个瓜子 它鸡是吃不进去的 所以呢 就会有这样一个研磨的机器 把瓜子打碎之后 就可以给鸡吃了 鸡好这鸡蛋就好 吃妈妈像下双黄蛋啊 咱再瞧这鸡蛋 外焦里的一不小心 就吃了个糖心鸡蛋 看 看着就俩字 营养 能把鸡养这么好 这得益于张亚静最初的心愿 他从义乌工商学院毕业后啊 还是喜欢家乡的好山好好睡 想回归自己的家乡 用原生态的方式 养出原生态的食物 供应给乡亲们吃 看似外表柔弱 但做事却风风火火 绝交有耐力 老爸老妈 本来爱你心切 不同意她创建的生态农场 张亚静是几番软木硬泡后最终赢得的父母的支持 但创业之路也仍然是困难重重啊 尤其是这个养鸡啊 他没有说看起来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一只鸡病了 那么禽流感什么的 那整个鸡群缺乏完 那么有人就说了 哎你给那小鸡喂打抗生素 它就可以提高存活率 而且长得也快不是 但张亚静一口回绝 那既然要做原生态 咱就好好做 也就是说 整个产业链上都要原生态 那不管是养鸡还是鸡蛋 还是从鸡吃时开始 各个环节都要是个原生态 纯自然 虽说这个产量一时半会儿 达不了那么多啊 但只要能够做好做成 那肯定是有人认可 想到就要做到 为增强了鸡群体制 它的鸡舍的透风系统 进行改造 采取个全天候放养的方式 白天让鸡群自由的溜达在山野之间 夜间回射入住 还真缓解了鸡苗存活率低的问题 除了给鸡安置生态生活方式之外 心细的雅静了 还给他们准备了春天的健康口粮 他把自己种的黑麦草呀 油麦菜呀 加上买的干玉米粒和古粒呀 瓜枣药当主食 你就想吧 这营养价值简直不要太好了 再说了 这鸡群吃的是原生态 住的是绿水青山的五星级的山野 那鸡群它不好况它也难不是 凶啾啾气昂昂 说的就是这里的鸡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鸡是散养的 它们这个性就特别的野 也就特别的烈 这公鸡就会打起来 这怎么办好呢 五十五一斤鸡蛋两块五一 更 所以差不多一只鸡二百块钱吧 那要炒一盘鸡蛋还不得十来块钱 绝对混亂加湿 接下来的故事估计你也猜到了 它的鸡不但是养的好还卖的好 并且通过短视频带货呢 销量是蹭蹭蹭往上涨 瞧瞧你看这个张奶奶来了 雅静哦 这都是我自个儿家的土特产 你看你也帮我卖一卖吧 你看帮卖我们家这个板栗和油茶 张奶奶总 李奶奶 王奶奶 马奶奶 赵奶奶 都来了 因为这个卖鸡养鸡很成功啊 它就为五十多位村里的村民们 一块就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农场年销售额达到一百五十多万 所以当地的乡亲们给他取了亲切的名字 叫基斯令 各位这期的故事你喜欢吗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和订阅 咱们明天接着聊